歡迎您持續鎖定FOCUS世界新聞,我是楊慈英 受到全球暖化的影響,海水水溫也跟著上升 讓美國各地沿海地區都出現了鯊魚 一個月內美國東西兩岸像是加州還有佛州的海灘 都發生的鯊魚攻擊事件造成三人受傷 距離岸邊不到100公尺遠的海中經見一團黑影 隨著海流距離沙灘越來越近 讓人不禁為沙灘上的遊客捏把冷汗 美國佛州當地時間7號一個下午短短兩小時內 接連發生兩起鯊魚攻擊事件 第一起發生在沃特桑德海灘 一名45歲富人腹部骨盆受傷送醫 不久後在距離不到4英里的海灘又有兩名遊客受傷 CN報道根據佛州自然歷史博物館統計 佛州是承求鯊魚攻擊事件發生次數最多的地方 近幾年受暖化影響,海水水溫上升 鯊魚陷宗機率增加 儘管大多數是為了蜜食並非刻意攻擊人類 不過攻擊事件機率也提高 除了佛州6月初在加州沿海也發生類似事件 造成一名46歲男子受傷送醫 男子傷勢嚴重但暫時沒有生命危險 隨著暖化影響加劇 無論到哪個海灘泄水 遊客恐怕都得提高警覺 TVBN新聞綜合報導 而大陸黑龍江、哈爾濱則是接連三個月傳出瓦斯氣爆意外 這個月7號,哈爾濱有一家位於地下室的餐廳 疑似瓦斯爆炸 導致餐廳和附近商家的店面以及車輛都受到嚴重毀損 一聲哄天俱響 大陸黑龍江、哈爾濱相方區 7號上午發生嚴重氣爆 某間位於地下室的餐廳疑似瓦斯罐爆炸 周邊商家被波及 店面損毀 停在附近的車輛 也被磚塊碎石砸得面目全非 救護車趕赴現場 把躺在路邊的受傷民眾送往醫院救治 但消息疑似遭到封鎖 7號發生氣爆後 直到10號 傷亡人數和事發原因不明 官媒新聞人不見相關報導 爆炸的威力波及緊鄰高架橋瓦力碎片散落橋面地面 現場滿目瘡疑 哈爾濱近期氣爆意外接二連三 5月23號同樣在鄉方區 一處位於四樓的民宅 疑似因為瓦斯沒關空氣不流通 結果點火時瞬間氣爆 釀成一死三傷 4月17號也是在哈爾濱 一處位於16層樓高的住宅 突然爆炸起火燃燒 在馬路等紅燈的車輛 被從天而降的碎片砸個正著 事後官方調查 發現又跟燃氣有關 為何會在短短兩個月內發生多起意外 需要進一步釐清 TV別新聞綜合報導 就在以色列成功解救人質的同一天 美國華府爆發了萬人規模的挺巴勒斯坦示威活動 而現在還傳出有十幾名政府官員 不滿拜登力挺以色列 決定辭職表達抗議 美國又有上萬人規模的挺巴勒斯坦示威活動 這次非常靠近政治中枢 就在華府白宮外幾百公尺聚集抗爭 警方全程緊盯 示威者拿泡沫噴霧噴灑雕像宣洩不滿 幸好沒有發生肢體衝突 為此白宮還加強維安 再加裝了一層護欄 不過拜登總統本人在法國訪問不在白宮里 事實上就連自家政府官員也不滿拜登力挺以色列 前美國國務院官員Stacy Gilbert爆料說 以色列阻撓加薩人道救援 但國務院竟然還替以色列粉飾太平 她跟十幾名官員一樣奋而辭職 不只美國 以色列政府內部也有內訌 一向跟總理納坦雅虎不對盤的 暫時內閣部長甘辭 本來要召開記者會宣布退出內閣 但就在以色列成功解救四名人質之後 甘辭記者會臨時喊咖 傳出可能不辭職了 以色列當晚照用上演示威抗爭 警方動用強力水柱也難以驱散 看來還是很多人不滿納坦雅虎 救人太少又太慢 對準送不到 而以色列救出的四名人質 他們都是去年十月七號 在音樂節上被俘虜的民眾 如今安然歸來 以色列居國歡騰 而總理納坦雅虎也到醫院 逐一拜訪獲救的人質 獲救人質從以軍直升機走出 醫護人員立刻上前 一旁民眾激動歡呼 以軍獲得重大進展 六月八號宣布從加薩兩個地點 救出去年十月七號 在音樂節上被俘的四名人質 包括二十一歲的梅爾 二十七歲的柯茲洛夫 四十歲的祈夫 還有二十歲的中以混選女子 阿加瑪尼 回顧阿加瑪尼 去年在音樂節上 遭兩名哈馬斯槍手 劫持上車的求救影片 驚動國際社會 如今時隔八個月終於立節歸來 阿加瑪尼與父親激動相擁 老爸還特別帶了可樂一起喝 宛如享受自由的滋味 此外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虎 也現身醫院 逐一拜訪獲救人質 傳出正份消息 電視台播報員還忍不住哽咽 台拉維夫的海灘上 民眾、遊客得知人質獲救 也響起激烈歡呼 只是詳盡的規劃背後 還是犧牲了加薩不少性命 乙軍飛彈狂炸 直升機射彈似乎為了營救人質 哈馬斯表示 乙軍對紐色拉特營地的攻擊 至少造成21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至少400人受傷 TV的新聞綜合報導 來關心73歲的印度總理莫迪 9號晚上宣誓就職 包括孟加拉、斯里蘭卡、馬爾蒂夫等國的領導人 一共有8000多位賓客出席管理 這是莫迪第三度出任總理 新內閣團隊也正式亮相 預計有多個老面孔持續掌管關鍵部門 觀察人士就認為 這意味著印度在重要領域將延續過去的政策 而外界也關注中印關係的發展 中國外交部日前祝賀莫迪獲勝 不過印度的外交部直到三天後才表示感謝 強調將在相互尊重等前提之下 繼續尋求中印關係正常化 至於台灣駐印度代表 第一時間代表台灣政府和民眾 向莫迪表達誠摯的祝賀 也轉達總統賴清德至莫迪的賀典 外交部表示將在既有良好基礎上 持續促進台影雙方的互動交流 不過中國大陸近期在南海和菲律賓的衝突不斷 如今東海海域也出現了爭議 中共解放軍軍機多次逼近荷蘭巡防艦 讓荷蘭國防部嚴厲譴責 這行為造成了潛在的不安全局勢 船身搖擺不定能見度又低 必須一邊維持航向穩定 還要擊中目標 近期中共解放軍在東部戰區 進行飛彈快艇實彈訓練 在此同時卻引發其他國家抗議 荷蘭國防部7號發布最新聲明 表示皇家海軍7省級巡防艦卓浦號 為持原聯合國制裁北韓行動 在東海執行巡逻任務時 竟有中共軍機 包括一架Z19輕型偵察攻擊直升機 和兼轟7戰鬥轟炸機 在巡防艦上方盤旋 荷蘭軍方不滿 痛批這將造成潛在的不安全局勢 菲律賓海岸警衛隊 準備將生病的武裝部隊隊員送上接舶船 結果乘坐黑色橡皮艇的中國海警 在一旁緊迫盯人 菲律賓指責中國海警粗暴干預醫療後送 陸方也發布影片回擊 大陸官媒表示 5月19號菲律賓海警乘坐快艇 違法向仁愛礁的擱淺軍艦 實施人員輪換物資補給 從中國海警的角度來看 快艇上並無受傷人員 反而船頭船尾都存放大量物資 陸方反控菲律賓快艇 用危險的方式接近中國海警 導致擦撞做賊喊抓賊 如果非方向中方提前通報 我們可以允許非方向坐貪軍艦 運送必要的生活物資 以及撤離相關人員 但是非方不得以此為藉口 向坐貪軍艦運送建築材料 圖謀永久侵占仁愛教育 東海紛擾不安 南海也衝突頻傳 就怕哪天擦槍走火 為全球地緣政治再添風險 TV北新聞綜合報導 大陸知名景點古浪雨 被爆出了當地有載客產業鏈 例如計程車司機會誘導遊客 買高價的套票 海鮮餐廳還會賣死海鮮 就是諸如此類的亂象層出不窮 不過監管單位睜一隻眼 閉一隻眼 由海上花園之稱的 大陸廈門古浪雨 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也是不少台灣遊客必訪景點 但大陸央視踢爆 古浪雨長期存在宰客漏席 而且向監管單位反映也沒用 不要再手機方面列車 手機方面它限時限馬 它三個小時回來 到賞的東西買那個不限時電 不限時電 記者假扮遊客 一到當地就有許多出租車司機 鼓吹到旅行社經營的 散客中心購買套票 其實在官網或碼頭買船票 一張只需157塊新台幣 也沒有所謂的時間限制 跟散客中心的套票 價差至少600塊 那你自己去 我賣不了單船票 明白了嗎 因為你很短期 的確是看嘛 您可以自己去買 沒有 你自己選擇 你們在校門的旅遊 真的環境 套票包含 王返古浪雨的船票 和一張島上私人景點門票 雖然宣稱有導遊帶團 但其實都沒解說歷史風貌 而是忙著帶遊客 禁電消費 為什麼你買這種傍王 傍王就是500 記者花四五千塊新台幣 買了電源推薦的海水珠 第一時間拿到專業機構鑑定 結果差很大 這個肯定是蛋水珠 這個也是珍珠 但都是淡水的 它如果是海水 它當然就不行 不只伴手禮油甲 古浪雨的海鮮餐廳老闆透露 他們還會將死海鮮當活海鮮賣 因為導遊抽的回扣多達五成 業者只能壓低成本 官員包庇的二席 連央視記者都很無奈 只見網路上鼓浪雨負貧不斷 當地宰客產業鏈 卻照樣殺機取卵 春風吹又生 TV別新聞綜合報導 也是大陸熱門旅遊景點的雲岡石窟 被網友指控 風景區內的女廁門口 竟然安裝了計時器 讓遊客直呼這壓力真的好大 不過工作人員澄清 單純只是怕有人在裡面出意外 才會假裝 中國大陸山西雲岡石窟 是5A級旅遊景區 去年造訪人次高達300萬 遠高於疫情前的198萬 門票收入和客流量 都雙雙成長50% 但由於遊客變多 廁所不夠用 風景區管理局竟然出奇招 就是當時去的時候 應該大概有五六個人在排隊 我只是覺得當時有一點 就是感覺到緊張了 每間廁所門上都有電子顯示器 綠色小人代表無人使用 紅色代表有人使用 而且一鎖上門會開始獨秒計時 景區為了防止遊客占用女廁 假裝計時器 但招來一片罵聲 警區工作人員 澄清沒有控制上廁所的時間 也不可能超過時間 中途就把人撵出來 那到底為什麼要裝 警區給了另一個理由 同樣是女廁問題讓人崩潰 江蘇蘇州有一名女網友表示 她的租屋處 廁所玻璃裝了一扇百頁窗 結果租了三年多 才被鄰居提醒 即使百頁窗全拉上 裡面的一舉一動也一覽無遺 類似案例已經不是第一次 網友質疑 百頁窗的材質可能有疑慮 或可能裝反了 角度不對 建議女網友加裝遮光布 保護隱私 TV別新聞綜合報導 把握短午連假的最後一天 不少人都會外出遊玩 不過天氣依舊很悶熱 因為午後還是有可能會出現 自在性的降雨 而且未來一周天氣也都不穩 小小孩帶著籠中帽手拿粽子往前衝 爸媽手機 麵包 玩具 命運武器全上場 希望吸引目光 也拚速度 端午節寶寶運動會很硬景也超萌 最小六個多月都來比 只是休旦幾累 怎麼有的放空定格 還有人無視規則 往場外抽 國力十足 很有信心 每天下課都拖書包 搬書包 她腿很有力 每天都練習爬步 她自己很喜歡爬坡 有沒有得名都無所謂 重要的是都捕捉到孩子的超模模樣 只是室內有冷氣 算涼爽 但移到室外卻很悶熱 端午節全台高溫 上看30到34度 封面遠離 但天氣依舊不穩 中部南部有短暫雨 午後雷雨也可能成致災性降雨 台南高雄屏東縣航泉半島 跟發布大雨特報 甚至收假日後1連6天 午後10搭搭 未來週的天氣我們可以看到 在夜晚清晨這段時間 受到新南風的影響 南部的降雨還是會比較明顯一點點 白天這段時間 新南風持續的影響到中南部地區 那其他各地的地區在白天 尤其是在中午過後 都還是會有比較明顯的午後雷震雨 星期二開始 新南風增強 一直到週日 午後局部強對流發展 可能會有瞬間 致災雨更雷急 將有熱區集中在中南部 週三開始東南部有分風機率 高溫可能到36度 到了下週一時期後 太平洋購壓增強 水氣才會逐漸減少 氣象鼠提醒 未來一周悶熱 午後也有奏雨 天氣不穩 雨具得隨身攜帶 體育新聞 週一輪 這樣挺台北從某的 不過天氣熱 也要注意食物保存的方式 有民眾日前 到陽明山的餐廳用餐 外帶店家自製的蓮藕糕 吃到一半 發現底部疑似發霉有斑點 打電話跟業者反應之後 卻只說下次會招待一盤菜 透明塑膠盒裡的蓮藕糕 但紫色芋頭口味 出現至少三處發霉斑點 另一塊綠豆口味 也疑似有霉斑 消費者說6月3號 到陽明山知名餐廳吃白斬雞 買了店家自製糕點 吃到剩下幾個後才發現 竟然大發霉 實際來到餐廳 員工正在備餐 要因應廉價人潮 還沒營業 外頭就開始排隊 控訴消費者說 當天買當天馬上吃 沒放超過兩個小時以上或隔夜 業者解釋 近來梅雨季潮濕加上山上山下溫差大 豆類製品容易發酵 懷疑可能因此發霉 願意賠償 但消費者不滿 當下反應時 店家處理只回應下次去會送一道菜 衛生局說如果查到缺失 業者限期沒改善 將一十安法 儲六萬到兩億元罰還 另外也提醒 製作食品時 應經過適當冷卻再包裝 民眾購買後沒吃完 要盡速放冰箱冷藏 覆熱時充分加熱 避免炎熱天氣 食品腐敗變質 吃了傷身 TBN新聞綜合報導 來看法國網球公開賽 南丹冠軍 有年僅21歲的西班牙小蠻牛 艾卡拉茲 擊敗德國名將 茲維烈夫 拿下生涯第三座大滿冠冠軍 也是史上最年輕 Boban紅土草地和印地的 大滿冠冠軍選手 看到對手球沒過往 西班牙小蠻牛艾卡拉茲 激動倒地躺在紅土上 雙手握拳享受勝利的感動 法網南丹決賽巔峰大戰 由世界第三的艾卡拉茲 對上世界第四的德國好手 茲維烈夫 兩人激戰五盤 花費四小時又十九分鐘 艾卡拉茲放小球 加上對角穿越球的刁鑽攻勢 順利以六比三拿下第一盤 第二第三盤 茲維烈夫積極搶攻 第三盤甚至連拿五局 以六比二七比五兩盤入袋 第五盤決勝盤 兩人緊咬精彩好球連發 艾卡拉茲在第三與第七局 二度破發 並在第八局 保住發球局 順利拿下勝利 我學校後 只要放在電視上 只要看電視上 我現在就放在所有的獎牌 所以非常感謝 二十一歲的艾卡拉茲 拿下生涯第三柱大滿冠 成為史上最年輕 包辦硬帝草地和紅土大滿冠 冠軍的選手 之前的記錄就是蠻牛本尊 納達爾寶石的二十三歲記錄 非常驚訝 非常歷史 非常詩 我們都非常強勁 但他就是個獅子 他在比賽中的重點 他在比賽中的重點 比賽中的重點 自衛列夫受訪時表示 艾卡拉茲身體素質驚人 而且戰術多變 讓他甘拜下風 TB新聞綜合報導 而法王女丹的冠軍 則是有二十三歲的波蘭籍 世界球後斯維亞蒂 直洛爾 擊敗了意大利的保里尼 讓斯維亞蒂 拿下第四座法王冠軍 也是史上年紀最小的女丹選手 創下三連霸記錄 對方擊球出界 波蘭籍世界球後 斯維亞蒂激動跪地吶喊 因為他成功衛冕 法王女丹冠軍 斯維亞蒂在週六的決賽中 對戰意大利小鋼炮 包里尼 第一盤第三局 就靠著底線重擊 首先破發斯維亞蒂 不過紅圖女王不是叫假的 斯維亞蒂立刻給 第一次闖進決賽的意大利黑馬 震撼教育 下一局回破發球 再一口氣連拿十局 賽末點 斯維亞蒂外角發球 逼得包里尼回球出界 最終斯維亞蒂只花費68分鐘 就以6比2與6比1 直洛爾擊敗包里尼 在2020 2223年之後 第四度在法王豐厚 同時收下生涯第五座 大滿冠冠軍 謝謝 謝謝 我告訴你 我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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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次回合 所以 謝謝你們 大家 你知不知道 在我背後 我還需要相信 這一次會成功 23岁的斯维雅蒂成为达成法网四冠纪录年纪最小的女单选手 是唯一25岁前达成这个成就的球星 也是自小威廉斯2012到14年连续三年赢得美网冠军后 第一位在大满贯赛事中三连霸的女性 她能抵抗她非常好 她不信任 落败的保里尼也惊叹斯维雅蒂的表现 并表示对自己坚持到底感到满意 至于法网男单冠军将在台湾时间周日晚上 由德国名将紫维利耶夫与西班牙新生代好手艾卡拉兹一决胜负 TVN新闻综合报导 来看到台积电德国厂获得德国政府的50亿欧元补贴 预计今年底开始动工 我们采访团队实际走访预定地 虽然还是一片荒烟漫草 不过萨克森邦政府超前部署 预计在2027年开始量产 台积电加速在全球布局 而德国厂就选在萨克森邦的首府德勒斯登 预计在年底开始动工 2027年开始量产 无论实际走访现场能发现 目前还没有动工 还是一片荒烟漫草 拉齐铁栏贴出全地告示台积电预定地超过50公顷 德国政府补贴大约51欧元 大约是新台币1740亿元 接近投资额的一半 前期准备毫不马虎 交通要扩大 然后我们也要考虑到 未来要过来的台湾工程师和他们家人的一些需求 根据在讨论就是要做一个什么什么夜市之类的 台湾未将跟着台积电落脚 德勒斯登拥有近60年的半导体历史 周边地区已经发展为涵盖电子及微电子领域 拥有近800家企业是欧洲最大的微电子技术中心 不过首要解决的是人才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为了这些准备工作 我就在举办一个所谓的半导体人才配与计划 台大新手台积电和萨克森邦政府计划让德国三所大学的30名学生 可以来台接受一学期的学科训练 在学期结束之后将赴台积电中科厂进行实务训练 根据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指出 2024年第一季全球半导体制造业电子产品销售额年增百分之一 预计在今年第二季将年增百分之五 半导体产业后市发展相当可及 铃铃铃铃铛杰德国产报道 另外也是产业界热门话题 就是挥达市值冲破三兆美元之后 尽管这几天股价回落 不过市场热度不减 而且现在还是南韩股民持有最多的外国股票超过特斯拉 周五美股交易日小跌作收 AI王者挥达的股价也从美股1224美元高价回档 但这似乎不影响投资人对挥达的兴趣 南韩股民也爱买回达 今年对回达的持有总额高达了15.2兆韩元 也就是相当于110.769亿美元超越了特斯拉 而想抢答回达旋风的还包括三星 AI晶片中关键的零件HBM高频宽记忆体 目前是南韩SK海力市三星还有美国美光三分天下 在SK海力市稳拿回答订单的状况下 三星也想要打入回答供应链 之前外媒一度报道三星的HBM在回答测试失败 但是执行长黄仁勋否认并称还在测试中 而现在回答和超围都要抢HBM 也考验着供应链的稳定度 传出三星有组梦幻团队抢回答订单 而三星电子工会此时则是有成员就在总部对面举牌抗议 尽管现身的人只有小猫两三只 但是也透露说有其他人是透过请年假的方式来响应 就是要争取加薪尊重劳权 TVBS新闻综合播到 不晓得您有没有最近听说发现 这个不少影视作品都有提到量子纠缠 或是薛丁格的猫等等 或许听起来非常的抽象 不过有学者表示量子力学在一百年前 因为德国科学家海森堡发展出矩阵力学 才建立量子力学的主流体系 透过金奖导演诺兰的电影 呈现出美国物理学家奥本海默带领团队 争分夺秒赶在德国纳粹研究出核武之前 成功研究出原子弹 但战争之下成王败寇 带领德国团队的量子力学大师海森堡 也面对不同的命运 大战结束之后 他作为一个希特勒旗下 发展原子弹的首席科学家 他一开始其实是被当作战犯来定位的 所以就是盟军在进入德国之后 当然就要到处找他 那就要来追究 你帮希特勒做原子弹的责任 后来听说美国要派间谍要去刺杀他 后来发觉他真的是废材 没有发展成功 所以就放过他一命 尽管因为制作原子弹 海森堡备受争议 但当初因为要躲避花粉 在德国黑尔格兰岛上 发展出的矩阵力学架构 也让他成为物理学界 举足轻重的人物 明年就是所谓的国际量子年 就是庆祝或者说纪念海森堡 在黑尔格兰岛上面过着像苦行生一样的生活 在半夜三点的时候所想出来的这一套量子力学 刚好到明年是100周年 海森堡透过矩阵形式提出测不准原理 协助建立量子力学的体系 因此在1932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殊荣 他一直要解决三个问题 一个是他的位置 一个是他的速度 一个是他的重量 那重量乘以速度叫动量 所以他就说 哎呀我真的好聪明 因为这些东西都测不准 都是不确定的理论 然后这个理论发明之后 震惊了全世界 全世界就说你是最聪明的人 的确都测不准 相隔90年 2022年 美国法国以及奥地利的科学家 因为量子纠缠的研究 拿下诺贝尔物理学奖 再度炒热量子力学话题 当他分裂的时候 一个往东一个往西 不管多远 一个正旋一个是逆旋 正旋就是像顺时钟这样的旋转 逆旋就是逆时钟旋转 那你不相信的话 你再打第二颗 他第一颗逆旋 第二颗一定正旋 你再不相信 你再打一颗 一个正一个逆 不管相隔多远都是一样 量子独特的纠缠特性 也被大量的应用在文学 以及影视作品当中 陌生的科学用语 被融入流行文化当中 让更多人有机会了解 量子力学的概念 TVB新闻综合报道 此需带您关心 三家RSRF电厂 将同时进驻桃园 不过摊开地图来看 这个唐尾区几乎都是粉化炉 台电厂等等的 如今又要多三家电厂 这让居民反弹声浪越演越烈 里长也发起了联署抗议活动 施工到一半 但居民已经炸锅 双手反对 这里不欢迎设厂 担心SRF电厂进驻 恐怕会带来严重恐乌 当然是反对 全力要阻止这SI副厂 进驻我们大潭里 政府它有它的能源政策 但是它的能源政策 不能影响我们大潭里民生活的品质 三家同时进驻我们的大潭里 那我们空污排放总量 绝对会超标 里长出面指控 因为只有实际居住在这才能感同身受 反弹声音越演越烈 摊开地图 桃园 桃围 区有焚化炉 台电 大潭厂等等 如今三家SRF厂商同时进驻 台湾立方建厂中 可宁卫能源及立家开发 则是还在规划 SRF固体再生燃料是把特定废弃物处理后 制造固体燃料 经过燃料化制成后 成为可以储存运输交易的商品 再透过锅炉及发电厂等等生产线使用 虽然遭到市府一程序撤销许可 但经济部又不回 因此电厂入园许可还是成立 但等盖好后 市长承诺会经过一连串审核 层层把关就是得确定符合规定 确保生活品质及居住正义 毕竟没人愿意住在电厂旁边 里长发起连数 判外界重视他们的声音 TBI新闻林志伟 也盛番桃园采访报道 也引发抗议的是 引发这个追星潮的韩星边又喜 上周末来台开见面会 不过有粉丝包车 跟随他的私人行程 引发了踏伐 甚至还登上了韩国媒体版面 在店家外面苦苦守候 数一数超过20个人都站在马路上 他们在等的就是高人气韩星 边又喜 旋风来台 见面会不止家常还爆满 边又喜充分无极限 但现在却被爆出 有不少粉丝包车跟车 像是画面上看到的 明明是私人行程 却又变成另类见面会 这些行为通通被称作 私生fans私生犯 只要他一上车 那他们其他私人 就会也跟着上计程车 然后就是好像要追车的现象 其实早在边又喜落地后 就有不少包车的计程车 紧紧跟随 不止粉丝po出包车的人 主办方更是发出这张 只见保姆车后 长长一串都是跟车 为了掌握偶像去哪里 而且真的太多跟车 是太全面升级 韩国媒体报导 引诱台湾网络新闻 标题直接写下 边又喜遭私生犯 闯入火锅店 内文有写到 粉丝去饭店一层一层 按电梯 就是为了确认他住哪里 结尾写下边又喜很重粉 庆功宴外面 有跟粉丝表达感谢之意 我们都是觉得 你如果爱他就要保护他 其实我在讨论私生的国体 到底是不是台湾的友同 还是说外国人 有眼前粉丝就发现 在大陆社群平台上面 又贩售边又喜来台资讯等等 推测这些跟车的私生 有可能部分并非台湾人 虽然边又喜 依然在社群 PO出去逛大卖场 还跟西瓜合照等照片 但粉丝没等到他 开心逛街逛夜市的街头照 此生问题再度成为焦点 台湾影迷之所以如此陷入边又喜的魅力 必须从他主演的韩剧背着扇载跑说起 这故事是描述追星粉丝和偶像之间的故事 让不少女性观众有共鸣 就连取景地点成为打卡热点 韩星边又喜来台开粉丝见面会 引起正追星热潮 他主演的韩剧背着扇载跑 在台韩两地创下话题 尽管已经播映完毕 粉丝们还舍不得出坑 纷纷造访剧中拍摄场景 剧中男女主角小时候的住家 其实是位于金基道水源的一间咖啡厅 吸引大批粉丝拍照打卡 不只拿喊本地观众 许多外国观光客也慕名而来 外国人都很喜欢 你喜欢这个系列吗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系列 来潮汕的粉丝实在太多 透过社群传播一群接着一群 让当地居民不声其扰 善载热潮迎来正反两面评价 接出戏讲述一位追星女子 意外启动时光机回到高中时期 与喜欢的明星相遇相恋 让追星过的人都有共鸣 购买韩剧周边产品的快闪店 大牌长龙 预售剧本集 占据畅销书牌行榜第一名 背着善载跑还创下韩剧一个新纪录 播音的南韩本土 OTT平台 TV 在最后一集播出当天 用户总使用时间达到250万多个小时 登上 OTT业界的第一名 以91831小时的差距 领先Netflix 虽然只有一天 但超越Netflix 在南韩 OTT业界 创下首例 TV는 스포츠도 강화하는 등 콘텐츠에 힘은 없고 이용자 수 면에서도 Netflix를 추격하고 있습니다 TV는日均用户217万人 与230万人的Netflix 缩小到13万人的差距 不过目前營运仍处于 虧損状态 南韩政府承诺 为了促进南韩本土 OTT产业 将全力支援 进军海外计划 借助南韩影视内容的潜力 提示OTT产业的竞争力 TVS新闻综合报道 全球水污染危机 越来越严重 这让马来西亚 海龟保育工作 因此陷入瓶颈 英国沿岸部分的 虾蟹被泪身上 还染毒 被咽出骨科茧 摇头丸等等的毒品 马来西亚东部的热浪岛上 一群志工 正小心翼翼挖开沙堆 为了让海龟蛋有潮孵化 大批民众志工 四处寻找适合的沙坑 然而由于气候变迁侵袭 大马各处海岸 气温都过高 而暖化效应下 拉高的沙土温度 恐让孵出来的海龟宝宝 只剩下单一性别 除了天灾之外 人祸也在逐步侵害 海洋生物的栖息地 近日在英国海岸 就有不少科学家从虾蟹贝类身上 验出骨科茧 摇头丸等毒品成分 因为人类污染 这些螃蟹和海藻被迫跟着染毒 由于长期人为污染 巴西里约热内卢的一处细湖 遭到微生物大举入侵 本来应该是清澈湛蓝的湖泊 现在远远看来 却是一片绿油油 大量废弃沙发 旧轮胎成为细湖景观的一部分 令当地政府倍感头痛 因为先前没有制定计划 加上资金短缺 导致清理作业停滞多年 如今眼看污染问题 预见加剧 巴西政府终于采取行动 与私人企业展开合作 计划投入5000万美元 大动作清理 要帮11处以上的细湖和湿地 找回原来样貌 为响应六月五日 世界环境日 70多名智利学生 自发展开了河道清淤活动 大批师生在工艺团体成员的陪同下 前往校园附近的河边 收集废弃衣服和塑胶袋等垃圾 试图为环境保育 尽一份心力 看准废弃毛发是油屋克星 致力环保团队发挥创意 把宠物美容院废弃的动物毛发 包成管装物和一块块垫子 放入受到人为污染的河川中 在水流冲刷下 油屋迅速被沾附在网子上 带离水面 平均一公斤毛发 可以清掉五到九公升油屋 全球暖化问题 为观察冰川的消融情况 南美玻利维亚一群科学家 研发出新型设备定期测量 希望借此能掌握气候变迁的进程 及时对全球天灾做因应 在世界环境日当天 也有大批厄瓜多原住民 选择走上街头游行抗议 他们手取大声工与木牌 齐聚大街小巷 控诉公营石油公司 排放天然气污染环境与河川 海岸并绝食十日向政府施压 希望促使官员出手开阀 避免事态再恶化 就在世界各地的民众 为海洋呼吁努力时 菲律宾却为了摆脱 碳排量大的煤电 增盖了许多液化天然气设施 对此大批民众与环保人士 感到无法置信 表示国家如此作为 只是饮证止渴 因为燃气发电法不只会拉高电价 发电厂排放出的废水 热水也将严重污染地球 让更多海洋生物面临生存危机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王毅川 在监控风波后 熟度露面去掉虾 只是面对记者询问 他态度低调 倒是退役少将于北辰 给了他一些建议 你不要拿那个爪咬我 穿上南洋风花衬衫 吊起这虾子又肥又大 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王毅川 端午节连假到新竹 举办公川杯掉虾大赛 主席今天开播吃肉 都没来掉虾 对主席吃什么减重 减重 他说他吃减重不是为了减重 然后这个好笑吗 我也不知道好不好笑 主席要给面子 反正就是主席嘛 开直播和网友互动很活跃 但这是爆发监控疑运后 王毅川首度公开露面 日前他改口说 节目上分析是用膝盖想的啦 但这说法遭到再也穷追猛打 王毅川地调不多回应 道士退役少将于北辰日前上节目表示 王毅川讲完有伤害过任何人吗 为何不能在节目上假设 电视前面不能乱讲吗 有多少名嘴在乱讲 但这话听在NCC主委而立 如果有违反事实查证来讲的话 我们当然有很多相关的法规去处理 NCC这话于北辰不服气 说国民党立委徐巧新 为了制造节目效果也常用假设性问题 基于朋友的立场给王毅川建议 我是说如果立法委员可以说 他在直播的时候是为了创造效果是罪而已 就是指徐巧新他去踢陈廷飞那个事 他说他只是嘴而已 那我说我建议你 你也可以说你在节目上是用假设的 王毅川监控仪云 扯到名嘴言论自由再开新战场 TVB新闻吴会员成人挺台北最后报道 今天端午节前总统蔡英文 应景的po出居家照庆端午 还穿着20年前的衣服 同时还曝光了自己的新发型 而总统赖清德也在这一天 和新住民一起抱粽子 谁先抱好 那么厉害 与来自越南的新住民一起抱长行原粽 总统赖清德一秒上手 我在想是不是董董在家里已经有在习过 接着尝试 马来西亚的娘者粽 也是轻轻松松 全到 全到 今天很高兴 能够跟大家一起共度端午节 我一定可以好好做 照顾每一个同学 刚上阵的给承诺 而卸任后的也不忘跟网友问候 前总统蔡英文 社群播出居家照庆端午 有网友好奇 是改变发型了吗 而且还穿着20年前担任谈判代表的衣服 并分享家中两全 包你跟Maru的喂食照 蔡英文说自己毕业之后 终于有更多时间能跟他们互动 用英文跟外国朋友介绍减重 真的有点绕口 外交部长林佳龙说自己NG5次 才成功 台北市长蒋娃安 只在社群PO出自己塞满肉粽的冰箱 问网友谁家的冰箱也这么热闹 顺便把未来一个月的菜色都备好 但北部粽南部粽该吃什么才好 民众大主席柯文哲说我都不要 就有虾包剥皮辣椒 但粽子类型如此繁多口味 有啥不同 蓝英立委陈金辉找同事们 猛眼盲测五大粽 这是南部粽 因为我的是那个什么 因为你是随便的买菜 南部粽节跟网友互动 就算北部粽南部粽 狐狗粽 童童 台北粽 都是一种效果 第三名是李烟粽 好可怕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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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VB宣传的最后聚会 台北部粽